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盛惠商铺基金第三季的年报 终于出来了 我们可以从盛惠商铺基金的年报 来看看 现在香港的舖市是如何 因为其实 很有参考性 因为它是代表了整个舖市 究竟大家是如何看待 我们经常说10个舖行 究竟投行是如何 或者在一个季度 他们的演变又如何 所以我们很容易 在商铺基金的年报 反映到整个香港的舖市 危险的程度 另外也发觉 因为我和上一个季度比较 我发觉 商铺基金的现金 急跌了一亿多 一亿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稍后我和大家猜一猜 究竟那些钱是在哪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的 请不手订阅,请赞一个分享给朋友 现在有时间,请不手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又刚巧,昨晚的Patreon 的Premium 频道,我上一条影片 就讲这个 成为商铺基金投资人退股的情况 这个不是说现在 是说两年前的朋友 退股,因为牵涉到太多 个人资料 所以我不可以放在YouTube公开频道 就放在Patreon的Premium 频道 如果大家在Patreon 和Premium 频道的会员,就可以进去看 我们先看看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 就告诉我,究竟 现在在2024年第三季 即是9月30日 究竟现在他们 邀请的那间股价公司 估计现在的 社会商铺基金还值多少钱 大家看看 右手边最下的一格 现在价值88.11 即是换句话说 假设你开社会商铺基金 那时是100元的 现在每个人都输钱 坦白说,就算你 在什么年期进来 即是一年就招 这四次基金的众筹 你什么时候筹资进来呢? 其实每个人都输了 好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牌息记录 大家看到股份有A,B,C,三类 C 我知道是什么 C就是一些大额的投资者 例如超过800万港币那些就是C A,B,B 类应该不够800万那些 而A,B 类应该很少 可能比1200万那些 所以你会看到 A 类的牌息 是日后比B和C少少的 好了,我们要看看 如果你作为一个 A 类和C 类的投资者 你的牌息的比例是不同的 譬如你从2019年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投资到 他的成会商铺基金上 那你的C 类投资者 大家一年会收到多少回报呢? 20 年是2厘 接着21 年是7厘 21 年会多了这么多呢?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股息 就是6.09 就是由这个开曼群岛 迁着一间公司回来香港的时候 拍摄额外的花红 就是6.09 所以当时21 年会特别多了呢? 就是这个原因 接着,我说时来 就是4厘多 23 年就是4厘多 24 年你看到他派息 现在都派了3厘4厘多 我估计他也是想拍摄23厘的派息 就是4厘多 而A 类来说 就是只有3厘多 大家会记得到 他的派息应该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仍然想维持 大概在4厘左右的派息 这个也是我之前所说的 就是他为什么现金不少1亿 因为我相信有其中一部分 就是拿来派息的东西 我看到你跟谈过 Facebook 关注群组 有网民资料错了 他就说 今天那个派息了11个8厘9 因为他现在的估值 占88个日 但是分了6.09元 不是6.09元 6.09元是什么呢? 就是他由开曼群岛 搬回来香港 那时候是个特别花红 从这个特别花红之后 还有其他的 所以就不应该说 只收到6.09元 因为这个数据 他都说错了 所以他说 还要欠5.8元 这些全部后面的 都是错了 其实你仅仅仅维持 在那个心目中 就是C 类投资者 大约拿4厘左右 而A 类投资者 就是拿3厘左右的回报 就是他的派息政策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再看这个表 这个表 就是第三季的表现 大家看到物业 就是1亿左右 我记忆中 他的物业 买回来 应该是1.3亿左右 好似的 因为他由100元 跌到80多元 即是不见了 即是10% 即是换句话 他物业的市值 也减值了1亿多 所以这条数是对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现金管理 加现金 现在加起来 就是2亿左右 我记得 我第六季 我就不要留下 那个股票 应该就是 那时候 现金管理家 现金差不多 等于银行融资 就是3.5千万 3.5千万 他应该就没有增加 多到 上一季 要这个钱 换句话 他一个季度 现金差不多 就不见了1亿 1亿会是怎样来呢 第一 我之前有说 就是用它来派息 因为坦白说 他都没有什么 买出物业 今年 即是没有钱赚 你不能套现的时候 你唯有在现金里 派出去 如果你维持派息 就是派了 这个派出 第二 你看到他 是有 这个员工 是吧 有这个 灯油火纳员工 那你租 那时候可以订得到 但我相信现在去到这么多吉普 未必订得到租金收入 未必订得到 社交开支 唯有在现金里 拿出来 这个又是一个部分 有一部分 可能日后人们退租 因为有些人退租 那你要给租金王的人 又在这里抽出来 可能有些佣金 之前未付 现在要给出来 所以也是在现金里抽出来 你会看到这三个月急速 现金的价值 就不见了一亿 那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知道那一亿是怎么组成的 可能是否有一部分的佣金 因为之前未付 现在就在币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看完 你听完第三季度的数据了 那我们可以和大家谈一谈 喂 从你更新这个成会商务基金 是不是可以看到现在的普市 越来越大获 就是你会看到 只是利根兴自己的股价 由90%跌到80% 都跌了十多% 就是这三月 那它的股价 会不会已经是股高了呢 有机会的 是吧 就是你这些私人股价 你很坦白说 就是你可以股高 股低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是利根兴 我都会找一间 股得高一点的股价行 起码自己的属回压力 没有那么大 就是说给那些基金持人听 喂 因为我们的基金也不是太差 还有88% 所以实际的 这个股价的跌幅 就不止十多%了 就是近三个月 你就当了两成多 我觉得 只是三个月 就跌了两成多 大家是否觉得很糟糕 是很糟糕 就是很糟糕 其实一十年下来 但是呢 铺市不忽然突然间 突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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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之前 很多铺王 或者炒家 不断顶着鸡头 不断向财务公司 借购 或者银行借购 好了 现在财务公司不借购了 银行要call loan的时候 怎样呢 卖东西走 当你卖东西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需要顶着鸡头 不需要顶着鸡头 是不是银行突然倒下来 我想主要原因 就是银行call loan 和财务公司不借购 就令到这群炒家 或者铺王 要沽货离场了 一来一场 就没有人顶着鸡 鸡头 自然反映了铺价 跌得很厉害 我们不知道铺位跌 连商业也跌 你会看到 即是 回学通学之前 牙策刷 我这些公司 全部百分之一百租一出的 大家都知道 是假的 好了 接着呢 他说他公司 没有被人call loan 我觉得是的 因为我看到有些youtuber 常常说 花多汤被人call loan 即是他们是不明白 什么叫call loan call margin 又会有 或者我们叫追仓 什么叫追仓 什么叫追仓 或者叫call margin 比如花多汤借了银行 一亿的 好了 现在这个价格 跌了五成 那不是 以前的银位 2亿 它借1亿 对吧 现在跌了五成 银位只换1亿 银行是否要call margin line 追回5千万 我们这些叫补仓 就不是call loan 好了 到了花多汤 而这五千万也不肯补 不肯补的时候 银行叫你不补的话 那就call loan call loan call loan意思是 整条贷款都要call回来 即是银行借出了1亿 要call回来 就不是说 花多汤你给回5千万 那就可以了 他这些叫补仓 所以其他youtuber 就不要再用call loan 在花多汤身上 我相信 暂时的花多汤是没有给银行call loan的 因为他自己也有说 没有给银行call loan 我觉得这是事实来的 就是不要 我们做这个财经评论 或者地产评论 一定要讲事实 不要3.8元做 我是不喜欢花多汤的 是要说去call loan 其实就不要用call loan 在他身上 好了 性会商务基金 会不会被银行追猜猜呢 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将他的现金 加在市值那里 是不是也有13亿左右 13亿对3.5千多万 其实一本都没有 所以一本都没有 银行通常就不会追猜猜 我觉得 除非他的基金再跌 再跌下去 可能银行就会开始追猜猜 最近大家看到 前几个月 传得很盛行的 几个炒价 最近是不是好像 没有消息 其实我看到 他们又卖了些东西 应该又卖了些东西 还给银行 究竟过不过到这一关 就只是看看他们 卖的速度 还有没有朋友帮他 有朋友想借钱 还给银行 今天就没事了 这里不奇怪 突然间 他们在江湖这么多年 一定有些朋友会帮他 好了 我们也看到有个市场 有个现场 有些新进的炒价 名字出现 你看到不行 蝕六成都走 蝕七成都走 通常如果蝕六成都走 蝕七成都走 那些就很糟糕了 已经在银行 正在追猜猜 未必是在追猜猜 银行什么时候召猜 你不供就召猜了 我相信现在的炒价 一定是先供住 你不顶住这个鸡头 你一不供银行召猜 更糟糕 现在银行都是追猜猜 你拿一部分进来 就算数银行 你不供的时候 银行要百分之一百 拿回贷款 你更糟糕 但我听回来 应该有几个炒价都顶不住了 我想过多一两个月 大家就会看到很多名字 就会涌现出来的 不要紧的 拉人哥就继续 和大家一直地报导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先 拜拜 多谢大家订阅 3 3 5 3 5 8 6 6 2